根据卫生署的统计 大肠癌现在已经是国内癌症发生人数的第一位 而罹患大肠癌的主要原因跟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爱吃烧烤、汉堡、炸鸡 这些高油脂跟高油量食物的民众就是高危险群 61岁的于先生年轻时因为工作关系 三餐几乎都是外食 而且每餐一定要吃肉才有饱足感 蔬菜水果根本不吃 直到两年前女儿送她的父亲节礼物 就是做大肠镜健康检查 结果在大肠内发现三颗恶性席肉 幸好及时切除 否则很可能病情恶化变成大肠癌 以前就是肉就一直在吃 就不注重蔬菜 你说外面应酬大部分都是肉出来 根据国鉴局统计发现 大肠癌已经是国内癌症发生人数第一位 而且近年来离癌人数还有增加趋势 总93年的9806人 短短五年内攀升到一万一千多人 99年癌症死因中 大肠癌排名第三位 医师说这跟国人爱吃烧烤 汉堡炸鸡等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 很有关系 烧烤烧焦的肉本身就会致癌 然后加上烧烤的时候 所以很多油滴滴到碳火蒸发出来的 这种都是有高度的致癌性 国民健康局有提供50到69岁的民众 大便前血检查 医师说早期大肠癌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如果等到大便有血或出现腹痛整症状时 往往已经是大肠癌第三期或第四期 因此建议民众定期做粪便前血检查 及大肠镜筛检 三餐少吃油炸类食物 多吃蔬果保持适当运动 这样才能提高身体免疫力 记者来时报徐起风台湾报道